哈喽大家好 鱼香肉丝的教程给大家整理好了 希望大家喜欢喜欢的双鸡Coco6 感谢大家和老铁一时也的支持 谢谢大家家庭做法 首先呢我们来备料 我们准备里击肉一块 超市和社长都可以买到 我们给它切成丝 然后呢我们放入网中 给它冲水冲去血水 然后我们给它控干水分 加入一个蛋清 给它装均匀 然后我们放入少许的淀粉 给它装均匀 再上一层薄薄的姜 然后我们准备青红椒丝 还有姜丝 蒜片香菜 胡萝卜丝 木耳丝 然后呢首先我们把这个 木耳丝还有胡萝卜丝那个过水 然后呢我们锅中加油 油油温烧至三层子 下入那个 装上姜的肉 给它滑至 给它滑熟 我们捞出控油 把姜丝和蒜片的给它炒香 炒香后我们加入一勺的 薄薄的蚝油 少许的味鲜鲜酱油 我们给它炒香 炒香后我们加入半勺的芹醋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滑好的鲤鱼肉呢 给它放入小火位置 加入一勺的鸡精 和六勺的白糖 因为是带点甜味的啊 小火锅汁入味 像土边这样 然后我们把木耳丝 还有胡萝卜丝呢 放入给它翻炒一下 最后呢我们把这个香菜 还有青红椒丝放入 一起翻炒 大火收汁就可以了 非常的简单好吃 大家学会的双击鼓励 谢谢大家